施政報告是沒有提及大幅減納的措施 我估計政府認為樓價調整10% 似乎未達到一個危險線 所以SSD和DSD沒有提及 但從我的角度看 其實這兩個辣椒都不合時宜 SSD令到想套演的業主百常加根 經濟不好之下 其實在很多業主賣樓夠生意 或者打工的 亦都可能面對失業或者減薪的情況 賣樓還要給稅 雪常加霜 所以令到業主或者一般市民 其實是更加辛苦的 DSD也是不合時宜 第一它令到換樓人士先給15% 即加重了換樓人士的負擔 之後再退稅 另外香港一向很多有樓人士 因為他籌謀他退休的生活 都有現金或者供得起的時候 都會想買多一層樓收租 到老的時候 自己層樓供滿了 也有層樓收租 令到他的生活更加有保障 但是你要給15% 懲罰他行買層樓收租的話 對他來說 也是不合理的 所以整體我覺得施政報告 他當然有提及BSD 僅可合格 但是有很多方面的措施 其實他都應該可以做 令到樓市更加健康 因為你等樓市再下跌的話 才去加深一點做事 當保便市民對樓市失去信心的話 你推任何措施 樓市都很難救 這個在98至03年 是其中一個經驗 接著你見到01、02 甚至03 政府推了很多措施 希望樓市回穩 但是都是沒有效 因為大家已經對樓市失去信心 是覺得樓市會下跌的 如果你到時才做的話 也是太遲 所以我都呼籲政府 其他的辣椒都應該盡快調整和取消 另外第二點 合資格的人才 又退還這個置業的買家印花稅 對樓市是一個正面的訊號 因為過往1907年 拿到香港身份證的新香港人 他都很積極在香港買樓 鍾情香港 想在香港落地生根 亦都對香港法治醫療教育 是覺得是好的 有信心 所以香港是定居生活的 但是未夠的 就要給一個重稅 是阻礙了這些人自業的 我們統計了 其實符合資格的人 又差不多33萬 當然他不會來一兩年 就立刻置業 他都會看清楚些 但是去到夠五年 六年 未夠七年的話 這裡我們統計了 都有18萬人 可能有兩三成人 會即時在短期買樓 都有新的購買力 所以令到樓市有個支持作用 所以我們估計第四季 我們樓價就會回穩 交投也會增加 因為八、九月 我們看到樓價跌得很急 其實都頗恐怖 短短兩個月跌了5% 有個別屋苑 甚至乎跌了10% 這個政策推 我相信對舒緩樓價下調 壓力是有幫助 令到樓價回穩 成交也會有所增加 推進這個Bubble 都會區個建設 其實之前都有提過 希望政府加深進度 當然對北區樓市 是有個支持作用 我們看到北區樓盤推售 新盤其實都很受市場歡迎 之前屯門和粉丁的樓盤 需求都很大 我相信有助市區 一些用家搬入北區 因為日後發展大 就業機會亦都有 特別是在大灣區 是有天涉到工作或者生意的話 看住在北區 亦都是非常方便 另外投資者 我相信也會看好 北都 北部都會區的發展 是會入市的 我們過往看到屯門樓盤 和粉丁的樓盤 都有三成是投資者買來 長遠收租 博日後的升職潛力 跑印大士 我相信這個情況會持續